吴远女排亚运会14人大名单,20岁复工欣欣却仍要求加恋在亚运会大名单出炉之后,姚迪和高义两人遗憾落败。 不过,虽然是这样,他们还继续训练,为中国女排保驾护航。 在近期,朗岛受邀带上了朱元璋三人参加活动,其他队员也没有一刻放松。 其实,那一天本是周末,朗岛也应给了队员们歇息的时间,只是,在亚运会核实锦赛迫在眉睫的时候,女排队员们自然也无心休息,继续进行训练,而让人倍感意外的是,哪怕是在周末,已经落选亚运会大名单的高义也没有因此自报自弃,早早地来到训练场地进行苦练,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, 他还主动提出要进行加练,让人感动不已,不管,高义确实还是需要这样的训练,这次的亚运会,高义会落选其实也是在球迷意料之中的事,因为还很年轻的他基本功也还是有很大的欠缺,跟其他的国家队最有相比,他和其他人的差距也还是很明显的。 说来,1998年出生的高义今年已经有1.94米,在被狼岛征兆进入国家队的时候,他也是被寄予厚望的,身高优势加上臂展优势,都是他作为一名副攻守的良好条件之一,只是,可惜的是,高义似乎并没有将这些特长发挥出来, 而且,在去年的时候,高义还是有不少参加国家队赛事的机会,只是今年就基本没有获得什么上场的机会,不过,好在高义懂得,其能捕捉,虽然这次的亚运会他被选上,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气馁,而有着越错越有的势头,可以说,与其他排球新兴有所不同的是,高义没有因为狼岛的悉心栽培,而迅速成长, 但他还很年轻,也希望他能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沉淀自己,争取能重新受到狼岛重用。